鬆綁的還有高中值以下的停課標準 然後剛剛當然陽明講的 停課標準就是不停課標準 鬆綁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現在是只要10個班級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班級 有人確診的話才會全校停課 那你當然知道說家長完全是炸鍋啦 因為剛好這個教育部長判文中 他在臉書上的slogan還寫著說 教育要陪每一個小孩安心長大 那大家就拼命留言啊灌爆啊 說決策這麼自私小孩要如何安心長大 尤其是沒打疫苗的孩童 要拿命去賭嗎 所以這也引起了一些論戰說 你12歲以下的孩童 因為沒有打疫苗的關係 所以是不是要拉出來獨立思考 而不是大家就是 完全就是用這樣子一套標準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還有就是 兵哥我也要再問說 鬆綁的還有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暑假出國返台就可以免隔離 所以我現在出國返台 還是要隔離 我不知道差別在哪 他當然有說在暑假的時候 因為國際上會覺得說 搞不好疫情會往上降 可是這是怎麼樣 就是暑假的時候 病毒量真的比較少 不是這個邏輯不通 請問一下眼前的事情你解決沒有 眼前的事情都沒解決 你想到暑假才能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未卜限制 你怎麼知道那時候 疫情會發展成什麼樣子 所以你講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先把眼前的事情解決了再來講 未來應該會怎麼發生 這個邏輯才通嘛 那現在其實很擺明的 整個政府的決策就是要往開放 共存方向去發展 可是呢因為他不一定擔責任 所以他什麼東西就是說 啊那我們就慢慢這樣做 可是他一步把他講死 然後呢就讓你地方政府急 對 那你地方政府一急呢 地方政府比如說像雲林政府就說 那我不跟進 那雲林不跟進對不對 那地方家展如果 南投也不同調啊 就各走各自己走自己的路 那接下來就是你們地方政府自己的事 對 所以這說穿的也就是不想扛責嘛 不想負責啦 就我就是不要負責啊 反正我現在就真的變成我給你一個指導 我只指導你 那你要不要做我隨便你 就是這樣子啊 這樣子他陳時中才能夠慢慢卸下責任啊 慢慢卸下責任之後 防疫指揮中心就取消掉了 取消掉就一切回歸建制啊 就我們就如實正常生活了 那如果地方政府不願意正常生活 那地方政府自己扛責任啊 他的目的就是這麼簡單嘛 那至於說小孩子怎麼樣去防疫什麼東西 他壓根沒想到這件事 你看連陳其邁都忍不住講喔 沒想到這件事 問題是現在其實學校燒得蠻嚴重的耶 對啊確診連懷不保校園裡頭 那請問一下他有什麼辦法可以擋嗎 因為他要擋的話 你要知道小孩子不是單只有小孩子的問題喔 你一旦要擋小孩子就是大人要一起擋 是 是 那所以那就重新回到原來的三級啊 但他不願意做這件事情啊 所以他必須要開放的話 只好告訴你小孩子也不要打 那至於小孩子有沒有打疫苗 那是你家的事 你看陳其邁都講說 你疫苗可不可以開放給12歲以下海東黨 他自己學醫了耶 他有講這麼奇怪的話 完全沒有做過任何時間 就準備直接要給小孩子打 但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也急了 對 可是問題是陳時中有答應嗎 或是有不答應嗎 都沒有 就當做這件事沒發生 你知道嗎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趣入外在這裡啊 他所有的東西都不給你一個肯定的答案 我就這樣用呼嚨的方式 反正到最後你逼急了時間到了 你地方政府非做決定不可 因為地方政府如果還不做決定 很快地方的民意代表就會攻擊他們 對 是啊那中央是不會被攻擊的 因為立法院他們獨大 那記者全部被他們養好了 那些不中聽的話不會問到他身上 所以他沒事啊他爽歪歪 那問題是地方政府全部一個頭兩個大 所以你看接下來你會發覺台灣會一國多治 各走各的掉 因為每個地方有疫情會比較嚴重 有疫情比較不嚴重 大家就各自這樣去弄 然後就會一團混亂 但是一團混亂就一定會造成一種結果 而且你說什麼哪個地方嚴重 哪個地方不嚴重 疫情是滾動的 是因為我跟你講一團混亂的最後結果 就是大家一起完蛋 就是疫情全面擴散 那疫情全面擴散就不需要防了 這就是他們打的主意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那而且你要知道啊 這樣做的一個好處就是 疫情全面擴散之後 我們已經跟你知道了 那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有的做 那疫情擴散你要怪我 他們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覺得台灣未來大家就是 報定這個心情吧 疫情一定會擴散 陳忠自己都講啦 上萬例都有可能啊 對啊 那一天台灣才兩千多萬人 假設一天都可以上萬例的話 那個很快就是全島擴散啊 這沒什麼好講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就是 怎麼樣自求多福還是一樣 對你該打疫苗就去打吧 我說真的 然後儘量盯著 我也希望在野黨勉勉強強 儘量去盯一下 讓他們那些相關的這些藥物 趕快能夠備齊就備齊一點吧 至於說快篩啊 我跟你講快篩他們已經 吃了滲坨鐵的心 怎麼樣 不是快篩國家隊嗎 沒有啊 他們否認有國家隊 你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他們不想用徵收的方式嘛 所以我跟你講 接下來我覺得 最可能出現什麼狀況你知道 因為民怨很大 所以快篩的價錢會壓低 可是壓低不是廠商減少利潤 是國家補貼 那不是還是我的錢 當然啊 懷疑喔 對啊 那因為這樣子才有人有的錢賺嘛 這樣子年底選戰才有經費嘛 這一切都是連貫的嘛 我們大家等著看 不只有人有經費 而且有選票 會反映在這個年底的選戰上 可是回到這個停課的部分 那是就都不討論了嗎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非常離譜啊 因為按照他這個新規定 就是10個班級有10個人 確診會停課 但是一個班級20人確診 或是30人確診 你就不停課嗎 就是你怎麼想都想不通 這到底是哪門子邏輯啊 這個標準是怎麼訂出來的 知道 現在就是往共存走嘛 所以什麼東西都寬鬆了起來 那過去我們當然發現 哎 民進黨政府也學乖了啊 過去一個學校兩個人就停課嘛 那對於家長來講 有時候也是一種負擔啊 家長就是這樣的心態 不想小孩子染疫 但是你要請假顧小孩 又有點麻煩 所以都在找一個平衡啊 那我猜他們是不是自己有一個 民調還是怎麼樣 是覺得說兩權相較之下 還是讓家長請假顧小孩 民怨比較高 所以我乾脆就不要 就是弄一個比較好聽的啊 就是我們寬鬆一點 要與病毒共存 但事實上就是不要找麻煩嘛 讓家長不用負擔這種帶小孩的這種教養 那這是比較不負責任啊 畢竟現在的高中以下 可能都沒有疫苗可以打 那為什麼高中以下沒有疫苗可以打 我覺得現在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啊 因為在一月底的時候 其實世衛就有一個指引 就跟大家講說 現在BNT建議6到12歲的小朋友可以打 但是你用三分之一的劑量就可以打 那打了一劑基本上可以預防重症這樣 那現在小朋友有打嗎 沒有啊 那一月底到現在都已經4月了 這兩三個月指引也都沒有聽啊 那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BNT沒了嗎 沒有BNT 沒有世衛的指引 你台灣的政府要怎麼打 那個世衛的指引一公佈之後隔天 日本的相關部門就開始打了 就開始兒童只要是12歲以下5歲以上 就開始打BNT三分之一劑量的這個疫苗嘛 所以他們是有備而來 所以他們才可以多數共存嘛 我們共存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你的用藥要多 你第三劑的人 人口數也要有辦法覆蓋 或者是你感染 已經感染的人數到一定程度嘛 像丹麥他們現在開放 是因為七成人都感染過了 那現在我們大部分的人 是還沒有感染的 那未來大概是有千例有萬例 最後會逐漸的 大概有七成人感染 這是我們國家現在想要做的嘛 但是你要去想想喔 我們一般人如果打兩三劑感染的 那就以現在的Omicron看起來就是 小感冒 或是你無症狀的居多 但是小朋友 他們還沒有打疫苗了 那是怎麼樣的症狀 現在還不知道嗎 因為現在染疫的比例還不夠 但是就我們現在參考來看 小朋友當然是免疫力比較高 所以他的這個症狀也不會太厲害 那家長會怕啊 就是你現在一劑都還沒打 你就讓他就是 有那麼大的擴散 有那麼大的群聚 有那麼大的感染的染疫的情況之下 你還不停課 家長當然會怕嘛 但是現在的政府完全就沒有要 處理小朋友打疫苗這件狀 這個情況沒有要讓小朋友打 今天才最新的出來啊 就是說BNT疫苗 跟我們的莫德納疫苗 可以現在在申請EUA 準備給小朋友施打 從今天才開始喔 那你過去 從一月底到現在這段時間都在幹嘛 小朋友完全沒疫苗打啊 你如果早點幹這件事情 那該有多好 搞不好輝瑞早就過了 搞不好莫德納早就過了 現在還有六十幾萬劑嘛 就是可以給小朋友施打第一劑嘛 最起碼有幾萬個小朋友 可以受到這樣劑量的保護 但是你從一月底到現在 我必須說啦 這也是政治的效應啊 你那個時候不讓 不讓BNT進來 那郭董買了 存貨又不夠 好現在已經停了 沒有BNT可以打了嘛 那他當然是想辦法說 世衛明明就有指引 有很多的數據跟你講說 兒童打三分之一劑的BNT 是沒問題的 他就不讓你打 為什麼 政治啊 他就是沒有沒有BNT的嘛 他如果說這個時候 BNT要讓小朋友打他不夠 小朋友家長會不會反彈 也會啊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